大家好,我是金融市長林永昌 33年前的蘇聯的陳若比的核災事件 以及8年前的福島核災 我想都給世界非常大的一個震驚 也讓大家更重視核能的一個安全 不過台灣現在的核能的比重 雖然只有10% 不過我們完全沒有能力去處理核廢料的一個問題 不管是過去堆積在蘭嶼 或者是現在堆積在既有的核電廠的廠區裡面 我想這個問題我們始終無法有效地來解決 所以為了製片土地的一個安全 我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4月27日 拒絕核電風光明媚的大遊行 希望大家一起用行動來支持能源的轉型 也來支持反核的行動 我們直接